Hello 大家好,我是Uncle B2 這個七月就有《摩坑物語2》破滅之翼 還有《新美麗新世界》這些 RPG 系列續作作陣 也有薩爾達傳說《御天之劍 HD》 這些經典遊戲的高清重製版推出 不過在獨立遊戲方面他們都不輸蝕 有不少新力軍都在今個月兩上 而今日我就想講講一隻在7月10日推出搶先體驗版 也就是 EA 版的獨立遊戲 而這遊戲就是由獨立遊戲開發團隊 Hungry Couch Games 開發的 Back Skylands 中文譯了黑色天空地的獨立遊戲 到底這遊戲有什麼特別或者有趣的地方 令我會製作一條影片去講它 今日我就帶大家看下這遊戲 這個頻道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對ACG文化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 這遊戲可以說是一隻採用了像素風格 再結合遊戲全程以虎視視角來進行遊戲 還有射擊動作和飛船空戰的玩法 角色的武器亦多達數十種 飛船亦可以慢慢升級改變自己喜歡的造型 加上興建設施、製作物品、資源搜集、開放世界探索 攻佔領地等元素在遊戲裏給大家去體驗 所以這遊戲可以說是眾多玩法集於一生的遊戲來 這遊戲的世界觀就講述未來的地球 人類就生活在數千個浮在空中的島上 在遊戲裏大家就要扮演在其中一個島上生活的Eva 有一天他生活的島就被強盜入侵 甚至殺害Eva 的老爸 Eva 為了報仇就開始武裝自己增強自己的實力 攻擊這些強盜攻佔他們的地盤之外 亦要同一眾怪物進行戰鬥 大家除了戰鬥之外 亦需要擴展並保護屬於自己的基地和地盤 透過在遊戲裏面的開放世界尋找並收集資源來興建設施 另外亦可以興建一些設施來製作物品 或者升級道具物品 雖然剛才講到這遊戲的玩法好像很多元化 玩下去應該不差這樣 但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 這遊戲玩下去其實問題都幾多 先不講每隻遊戲的搶先體驗版都會出現一些惡性不先 飛雪的操作轉向和移動在遊戲裏面因為是分開控制的關係 就令空戰的操作其實都幾複雜,一點都不friendly 加上每個區域的版圖 我感覺好像都有少少專門刁難玩家這樣 經常都要駕駛飛船兜路才可以上岸弓箭強盜領地和搜集資源物品 開頭玩我都還覺得OK 但玩來之後每個區域都要兜路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拖離大水的感覺 而在興建設施方面亦沒有給玩家太多DIY的空間 另外在資源搜集方面 遊戲裏面獲取物資的難度就很高 因為遊戲中的EVA是沒有背包的設定 只可以慢慢將物資搬運到飛船上面 之後再利用飛船運送自己的基地 飛船的倉庫位置亦都十分有限 就令到我經常在同一個地方和自己基地之間 拿著飛船來回移動 加上開放世界常有的工具人式公式化毛病 這隻遊戲都有 敵人的攻擊模式亦都好單調 就令到我玩這隻遊戲玩到後期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種很沉悶的感覺 雖然Back Skylands 這隻遊戲存在很多問題 但其實遊戲的框架和設定我覺得都做得不錯和有趣 加上始終這遊戲都處於搶先體驗版的階段 所以我都覺得可以觀望一下這隻遊戲 期待遊戲開發團隊Hungry Couch Games 怎樣在後續更新遊戲的部分令這遊戲更加完善 不過近期我發現其實每個月都有幾隻像素風格的獨立遊戲推出 因為可能像素風格遊戲的開發成本較為低 亦可以將開發資源集中在遊戲性方面 減輕獨立遊戲開發團隊在經濟上的負擔 看來… 未來都應該會有更多的像素風格獨立遊戲推出 而像素風格亦都很可能成為獨立遊戲的新潮流 老實說我就不敢肯定這個說法了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獨立遊戲王后的發展 好啦廢話就說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沒有玩過Back Skylands 這隻遊戲 有玩過又對這隻遊戲有什麼看法 或者對像素風格的遊戲又有什麼看法呢 不妨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我是Uncle B2 我們下條片再見